我给你们讲一点全方位的知识 有一种人 他长得五官 长得圆满 很圆满 很圆论 那当然是件好事了 但是有些人呢 虽然脸长得很圆论 但是呢 他做什么事情呢 都不顺利 在相学里面有一句话叫 上等的人看相 就是说这个人很会看相的人呢 他不是看五官的 不是看你长大 哎呦这个人鼻子眼睛怎么怎么的 不看 他看什么 看你的神韵 你这个人神韵 哎呦找出来很亮 所以很多人眼睛虽然很小 但是一出来很亮 然后呢 所以呢 一般的批八字才看五官的啊 因为呢 我知道印度尼西亚呀马来西亚呀新加坡 他们都讲究这些风水呀 命像 实际上台上这种东西对我来讲 太 太拿不出手了 太小了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我是救人的 你要说要看点风水命像 这对我来讲 这不是小菜一碟了 大家听得懂吗 有一种人 他五官长得虽然不是太太好 但是他的心灵很美 整天的做善事 他散发出慈悲的清新的 没有足气 这种人运气就会很好 所以一看你不管他长得好看那个他精神看得出来 所以说哎呀 你精神很好 一看这个老婆婆八十岁了 又精神怎么这么好 怎么像六十岁一样 台上讲给你们听 如果你表面上看上去六十岁像八十岁 实际上你已经多了二十岁了 就是说你已经耗掉你的二十岁的生命 如果你今天只有四十岁 但是你看上去像六十岁的人 你已经二十岁被择守了 所以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换钱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要吃素念经 心理要保持一种常态 我很开心 一直觉得自己很开心 我们经常去跟那些很痛苦的人去比 觉得自己很满足了 你就会越来越发喜